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七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看醫師雖然是一種 充滿專業性的事 但常常是有些令人害羞的狀況 比如說看診的部位 比較私密處的時候 或者是有時候 讓醫師問著溫態系 真的很想馬上走人尷尬 或挖個洞網往地下鑽 來 我們看看 有哪些尷尬的畫面 看診近距離接觸 讓人臉紅 心跳超級快 我們是男醫師 那可是我專長是在看乳房外科 所以有時候就會看到一些 比較私密的部位 但我要先講 我們醫生的這個職業 今天保安哥不在 就是 外科醫師真的是一個 非常神聖的職業 我們絕對不會因為 對面站著女孩子很漂亮 或是剛好是各位藝人 來看的時候 我們的心境就會有變化 連心跳都不會多跳一下 只要進來門診 那就是病人好不好 只要你有括號就是病人 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我底下講的事情 都是別人 都不是我 我都不會這樣子 其實在各位知道嗎 像我們一些以前的老教授 就是因為醫學需要傳承 所以老教授 常常會開一些教學門診 就是讓我們這些年輕的 那時候我是實習醫的時候 就去跟 就是看一些病 就是那時候有個老教授 他其實年紀已經很大 快70歲了 他大概就只有看教學診而已 他眼睛真的已經很不好了 那天那個教學診 就只有掛三個病人 第一個病人進來 就大概二十幾歲的女生 後來我有去問他 為什麼要掛 是因為隔壁都掛不到 因為都滿了 就教學診沒有人 結果他就掛進來了 他一進來就說 醫生不好意思 我那個胸口的地方長了一顆痣 就乳房上面長了一顆痣 他怕是不好的 因為他說之前沒有 他那天洗澡突然看到 他就很怕什麼 他就很擔心 他就來找那個醫師看 你知道嗎 黑色部細胞瘤的時候 你要去分辨一個痣是好是壞 你一定要看它的邊緣 這是什麼有沒有規規規則 然後看它的顏色均不均勻 都要看這些 所以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 那我們看者又沒有放大鏡 在那邊照 所以那個老教授 為了要看的就是那個女孩子 就把胸部露出來 因為他剛好就在乳頭的上面一點點 然後就長了一顆黑色的痣 那老教授為了要看得很清楚 就 就越靠越近 越靠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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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要親下去 就真的差點要碰到了 老教授真的是想要把它看清楚 說那個痣的邊緣到底 到底是什麼形狀 那女孩子就被他嚇到 因為真的已經 他的嘴巴離他的胸部 大概已經不到兩三公分的時候 那個女孩子就嚇到 像腳一踢就把那個 他自己的椅子就往後退了這樣子 那教授因為 突然間你往後退 那教授差點栽下去 因為我剛好就站在旁邊 教授差點跌倒 好在我又把它扶起來 差點扶 對 差點扶了 我覺得那邊還不錯 沒有一腳伸腿把它踢下去 沒有 還滿 因為他也知道 可能那個老教授的臉上 看起來就是 我對你沒有其他的意思 那這樣不會很尷尬嗎 就會很尷尬 所以後來就是我看 因為我就可以遠遠的去看 那教授講說 這個沒有很大 看起來是還好這樣 所以你也可能會跟 病房有觸疹嗎 會啊 會啊 女孩子進來他說 乳房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觸疹 可是有女孩子 我們才剛碰上去 他就一直笑 他就說很癢 等一下等一下 是會 會啊 會有這種情況 我之前遇過一個病人 就是他很漂亮 然後他身材很好 一個年輕女生來 就是主宿上腹痛這樣 就胃痛 那胃痛我們腸胃科 先問完診一定就是要 就是望文問簽 你就是要促診 摸他肚子又要停診 對不對 那我就就是一臉這個 正氣靈的樣子 跟他說我現在要 正氣靈 我現在可能要 對 我現在可能要檢查你的上腹部 因為你肚子痛 我可能要按壓你的腹部 然後那女生也很阿沙里 就 他說好 然後就突然就 忍不防就把衣服拉開 然後一拉拉很高 然後我就嚇一跳 因為我們平常摸女生的肚子 我們 我個人 我不喜歡叫人家把衣服拉起來 因為會就是會比較尷尬嘛 因為我是男生 對方是女生 可是那個女生就這麼阿沙里 就已經拉起來 那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我就是好 就硬著頭皮 就壓他的肚子了 那壓肚子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滿不好意思的 壓完以後 下去要聽診 聽他的腸子的蠕動 是快還是慢 剛好我那天拿那支聽診器 聽診器不是戴耳朵要聽嗎 我那支聽診器超短 這麼短 對… 我怎麼會拿這個 放進快 然後我這樣我就這個 但耳朵一戴一聽 那你知道肚子在這邊 肚子上面就是胸口 結果我其實我 一聽的時候我整個人就 整個人就是扁 就是在他的胸部的高度 突然變老教授 然後那個女生又非常 身材非常好 那我又很近 那他又很凸 我就越來越近 然後後來就 他就越來越近 他就越來越近 哪裡都 他就很危險 然後就想說 這個我一定要 想辦法要把頭 看怎麼樣喬 不要太尷尬 然後我就在那邊 想辦法要轉頭 結果想說不要跟他 拭目相交 好死不死 你就是在那邊亂轉頭 你就剛好那一瞬間 就跟他拭目也很奮鬥 然後突然那一瞬間 他就臉紅了 然後我戴了口罩 其實我也臉紅了 然後我就 這個很尷尬 然後我們兩個人 然後說 你其實這個應該 急性肠胃炎 怎樣怎樣 我其實也都知道 當下也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然後後來就趕快 給他開一點藥 然後就讓他出去 這是愛的故事嗎 不太像是舊成經驗 對啊 後來就在一起 結果 結果那個更誇張 就是他走出去了 然後我的護理師 才跟我說 張醫師你知道嗎 剛剛那個是一個 很有名的網紅 我說真的喔 那個我不太知道這些東西 你為什麼把他聽診剪短 他有兩支是長的 然後他就進來 就拿個操場這樣 隔尖到這裡 看進去 我之前就是玩我朋友的毛 然後想說隔著衣服 他在我身上跑來跑去 應該沒關係 結果我後來就感覺刺痛以後 我就拉開衣服看發現 天啊 我的胸口有一個 十幾公分的疤痕 然後那時候 已經有點流血了 然後那時候我就很緊張 想說會不會有破傷風啊 然後我就衝去皮膚科 想說給他看一下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 醫生我想要打破傷風 因為我被毛抓了 然後醫生就說 好 那請問你傷口在哪裡 我就說 我剛剛自己已經處理過 醫生說沒有 我要檢查 然後我就說 他就說你到底在哪裡 我就說在胸部 然後後來就很尷尬 就是捧著胸部給醫生 然後醫生就看到我很害羞以後 就請護士來幫我擦藥 但是那擦藥就是很尷尬 就是你就捧著給別人家 然後人家就擦得冰冰涼涼 又有點刺痛的感覺 我覺得好尷尬喔 這個是護士幫你擦的 護士幫我擦 可是醫生有看到我的傷口 醫師不傷口 怎麼幫你打破傷風 可是我就想說 我自己可以處理 因為很尷尬 就是直接在胸口的正上方 然後我就這樣捧著 然後在那邊滴血 我就覺得天啊 現在捧著 對 不是 因為你不可能 他沒有 炫藥是要拖著 拖著還好 因為你不敢這樣 對啊 所以質感就是很害羞地捧起來 但現在就還是有疤 要不然現在大家幫你 上面拖著 有沒有辦法挽救還是 因為你會給男醫師看嗎 這個比較私密 其實會 因為我固定都是給我爸爸一個朋友 他是婦產科醫師 然後他也是某大醫院 非常知名的主任大夫 所以每次就很尷尬 是我在內診 你知道內診 女生腳都要張開 他每次都這樣 他在跟誰聊天 他在跟我聊天 他在跟我聊天 他都是看著我的私密 就在做檢查社 聊我爸最近好嗎 對 所以就是會覺得他很專業 所以就不會 就覺得他是個 像是爸爸一樣的長輩 所以你不會有其他 很怪的感覺 是 了解 一般大家會去看 都會找一個完全不認識的 比較不尷尬不是嗎 可是因為是藝人 他們當然一定都認識你 所以還不如找放心 所以他是砂把的朋友 他叫阿伯 我剛剛可理解 那個張醫師為什麼 他會有一點走心 有一點害羞 內科跟外科完全不一樣 外科他們每天就是看太多 太接觸太多 太多的那個女性 年輕的甚至比較私密處 我們的病人 好說好說 我們的病人 年輕跟老人的比例 是2比8 那那一天門診 突然眼睛感覺 燈光一亮 門口走進來 兩位辣妹 一個長髮的 一個短髮的 大家都穿著迷你裙 然後他就覺得整個心情 好了 好得起來 坐下來 那就說洪醫師那個 我是腳水腫 那聽到這個腎臟科醫師 其實一定要去按一下 病人的腳 那他坐我們旁邊 我們不會特別站起來 我們就會彎下去 按一下他的腳 可是那位 你剛剛 你看他幹嘛 有差別 他接待一遇 他只是女兒 他的安妮是年輕辣妹 對 可是那位辣妹 他非常天賓 他不是等我去按他的腳 他是腳翹起來 讓我按 可是你知道他穿著迷你裙 當他翹起來的時候 我就突然看到一個 粉紅色的蕾絲 因為以前阿公阿嬤很少看到 粉紅色蕾絲 可是這時候當然是會 非常尷尬 非常尷尬 那就叫他說 那個腳放下來就好 那按一下 那時候還好我戴著口罩 事實上裡面我相信也是 熱烘烘的 那就趕快 吞了口水跟他講說 那個 為什麼會吞死 這是生理反應正常 會吞一下口水 沒有他本來 他本來開藥是開七天 那因為這樣他就只開三天 沒有 我後來發現 這樣子辣妹會影響 那個醫師判斷準確 所以我後來就暫停 我跟他講說 你先去驗個小便 先把他支開來 那我心情也稍微平復一下 他去充個冷水 是 一個冷水 那後來當然他的 驗尿的結果就出來了 他也在進來 那進來之後 其實大部分女孩子水腫 都是那種生理性水腫 真的不是蛋白尿 不是那種腎臟壞掉 那我看看也都OK 我就跟他講說 這個大概沒什麼大問題 你有沒有蛋白尿 沒什麼 就是平常到下午之後 晚上就抬抬腿熱伏 按摩 那個大概就會慢慢過去了 那跟他講之後 當然他後來就滿意的離去了 那離去我就覺得 整個燈光好像又 下一個要是回診 沒關係 你開三天要而已 他要再回來就好 你們有規定他每三個月 都要回來回診 這週嗎 那是太刺激 其實在大醫院 其實就有兩個尷尬科 一個就是像醬醫師的乳房外科 光看一個乳房外科 那兩個字就有點可怕 那另一個當然就是 可能就是我們婦產科 之前就有一個女生 就是因為陰道發炎 然後他也是因為到後來 是因為男朋友有點受不了了 因為其實味道比較臭 有一點就是 然後就說一定要他過來看 那本身他就交過這麼一個男朋友 其實本身個性比較保守 他其實他一進來 我們護理師一般其實婦產科 就會跟他講說 進去坐內診 他就已經上去了 那一般女生看婦產科上去之後 其實會很緊張 你常常看到那個 雙手夾住 腳夾住 事實上這樣醫師是不能檢查的 然後他就請我進來了 那一進來的時候 他就問一下護理師說 那醫師要在哪邊看 他說坐在你的腳下面看 他就整個很尷尬 然後他就馬上把他的那個 那個就是外套整個遮住臉上 然後就整個很尷尬 我聽到這邊我其實知道 他已經沒有看過婦產科了 檢查完之後 我們就要做內診 然後他就看我戴手套起來 他說醫師你要幹嘛 我要做內診 因為有時候肚子發炎 要做內診 對 要去壓子宮 所以我們要戴手套去推 他就整個尷尬到不行 你們藝人怎麼克服第一次看婦產科 就很健康的心情去看 因為我覺得 對啊 我就是 我就是真的就是很 但會害羞啊 如果很健康 那你會在粉絲團豐富說 我今天要去看婦產科 不會啊 可是我發現 可是我發現就是你如果 更刻意的話 別人更會專注你 沒有 我覺得應該是年紀的關係 因為他像小豬應該年紀比較小 像我年輕的時候 我也會很害羞 很害怕 就是東躲西躲好像在做賊 可是我覺得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就是也都 經驗越來越大 對 經驗越來越大 而且加上結婚 甚至生小孩 你真的去婦產科都是很健康 我記得那時候 你現在都豁出去了 不是 我跟你說 那算是習以為常的一個 就因為我剛生完小孩嘛 我記得那時候才回診 大概兩個月吧 然後他們就要做那個 子宮頸抹片 對 抹片 那時候真的是 我人生第一次叫到 大概整層都聽得到 我的尖叫聲 因為很痛 就以前可能做內診 真的不太那麼痛 然後那天是 我先生陪我去回診 我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叫到那種 痛... 你是不是這樣 而且是叫到呼 你知道嗎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原來生產完之後 做內診是這麼這麼的不舒服 那講到現在我都冒冷 他那個回憶真的 你現在無緣就嚇到了 我不敢 我不騙你真的 因為我想說我去做抹片沒有那麼痛 真的不痛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生產完 就是天啊 荷爾蒙的關係 自己又更緊張的狀態之下 所以其實有時候醫師常常會 跟你講說你放輕鬆 其實越輕鬆時下 你的骨盆肌肉不會那麼緊繃 那緊繃之下 我們醫師要撐壓嘴 一撐開你當然就會更痛 對 所以等於說我又往後說 然後他又看不到 對... 他醫師越看不到 越會往前撐你就越痛 所以那一次我真的就是 也就在前一兩個月吧 我真的是叫到 我後來出那個診所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那我是反過來 那就是我以前剛出社會 就是我剛剛當住院醫師的話 也算是我剛出社會 那二十幾歲 那時候就是到醫院 當然也是社會新鮮人 所以我是反過來 就是很愛漂亮 然後也會跟護理師去逛街 所以我那時候的上班是 我頭髮一定不會綁起來 而且一定要弄得美美的 然後長長還要染髮 然後一定要飄下來 那裡面一定會穿 譬如說 鞋肩肩 小可愛 對 然後一定會穿高 還會穿高跟鞋 就是即使走得很累 還是要穿高跟鞋 就是剛出社會嘛 然後剛出社會 而且你脫離校園 女生都會有這個階段 對不對 那時候就覺得 開始在尋找自己的美麗這樣子 所以只有 除了醫師髮袍之外 我其他都是非常的專 專注跟講究這樣子 還有就是我會化妝 所以我 因為覺得 覺得要把美 浪費了 對 反正就是 那時候還在就是 也是自己在了解自己 對不對 那剛出社會 就是很喜歡這樣的狀態 那時候就剛好在心臟內科 結果那時候 就是陪心 跟心臟科的主任 然後就是看病人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就是要專注 聽病人的心跳嘛 跟那個呼吸 結果那天就來一個病人 他的主宿就是說 他心際 然後是一個中年的男性這樣子 那我就靠過去聽 那在心臟科聽的話 你聽久聽習慣 你要讓病人很清楚的話 你的手會搭他的肩 然後你會靠進去 這樣聽 然後那時候我在聽的時候 第一次聽的時候 覺得這個大概120跳 然後再聽 越跳越快了 越快 越來越快 而且病人呼吸 越來越喘 越來越快 對 因為他那個有細肩帶 因為他就是危險因素 對 然後那時候 後來病人就直接喊說 我快不行了 我快不行 我要昏倒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那個 他就說 你們這樣子的醫生不行 他說你這樣醫生不行 他又摸我 他的頭髮還飄到我的胸口 然後又跳那麼 又貼那麼尖這樣 他有香味 然後又有香味 對 然後他說他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我心跳這樣怎麼慢得下來 他就指我的主任說 那個 我一個老老的主任說 主任你來看我 你來看我 這樣子 然後那是我第一次才反省說 就是說我希望漂亮 但是我的職業好像不適合這樣 病人的血壓心跳都不正常 對 所以後來就是 就是頒斧歸真 就是做專業的形象 然後讓病人可以信任我 這樣信我這樣子 江醫師又要講 只要卸了妝 血壓就正常 還太低了 剛剛是王醫師嘛 就是說有兩個科一定是最尷尬的科 可是我要把它 把它導正一下 其實我們皮膚科也是 因為其實全身從頭到腳 只要眼睛看得到的地方 無論你有沒有穿衣服 都算皮膚科管的 所以我們皮膚科 其實常常在看一些病人的 尷尬的地方 那當然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非常神聖的 所以我們看他不會感覺到尷尬 那至於他心裡在想什麼 這個就不是我們知道的 那我要講一個 他是很年輕的病人 一進來他就 第一句話就說 我說沒有 廖院立是女生 那小姐說你有沒有掛綽號 他說沒有 可是我要看廖院立是男生 我現在想說 男提請坐 你先請坐 你要看什麼 來 我們先看一下 我去找廖院長來 你帶假髮 對 那其實到這裡 你就知道他要看什麼了 因為我們看了很多的病人 比較私密的地方 你就知道他要看什麼了 後來他一坐下來 就開始很彆扭 他就說廖醫師 那這樣子 你可不可以 我說親誰 我們也不能親護士 對不對 親護士我跟他中間 他要是告我什麼 怎麼辦呢 對不對 或者妳告他 對 無論誰告誰都不太好 然後他就 好吧 我說你要看哪裡 那果旗不染 他就要看 那他就這樣子撩他的褲子 撩很小一邊給我看 我說 你回去 我給你開錯藥 你不要說是我的錯 我就叫他來轉過去 你去靠床邊 那我想說你背對著我 我先來 你看前面會害羞 我先看後面 交交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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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輕鬆一下 我說來 那轉過去把褲子脫下來 結果他這下子 願意把褲子脫下來 但是搞笑的是 當他要脫褲子的時候 他把頭埋在枕頭上 因為他這樣躲起來 他沒有感覺我在看他 他就比較好 果然褲子脫下來 就一片無險 還滿嚴重 滿大片的 我心裡就想說 好啦 那這樣交完朋友 回來可以給我看前面了吧 轉過來 我是說 來 那你起來 轉過來 換我看前面一下 我一靠近要看一下 他就往後退 我一靠近看 他就往後退 退到後來我就跟護士說 來…你把背扶住 我看一下 好 他要往後退了 我已經看完了 趕快把藥開完給他 對 幾歲的人 那麼好 大概大學生 對 大學生 我剛剛講說如果 四五十歲 我來嚇阿伯 對 如果是四五十歲的阿伯 你不用叫他脫 他進來自動脫 所以是我 對 什麼場所 人生… 大學生有可能就是 害羞 其實我覺得 除了乳房外科 或婦產科以外 泌尿科本身應該也是滿容易 讓人家尷尬的 對 那一天就有一個大學生 走進來說 蕭醫師 我勃起功能障礙 我說好 那我們還是要檢查一下 那就請他去床園 然後褲子拉下來 那我們還是要促整一下 那促整的過程中 因為畢竟那個地方比較低 那我畢竟還是要得彎腰 然後手要去摸這樣子 然後過程中他就站起來了 然後我說我看你好像還好 因為沒有障礙 那你摸他車會站起來 對 男生沒有障礙 對 男生沒有障礙 他說什麼怪的 然後我就把他人家 修醫師沒障礙 你是怎麼處診的 就是 我是很滿認真的處診的 那他就說 是醫生你讓我起來的 然後我就... 好尷尬喔 他說那我們趕快再坐起來 第二天打扁 後來檢查報告出來就是正常 然後我說我想應該是一個 跟女朋友之間的一些關係 引起的 還是說他心裡引起 還是說他看到女生會不舉 看男生反而會 這個我就不敢點破了 就說到他的照片就好了 不是 他怪怪的 對 就是看不到人家 表示你來看不舉 馬上醫師一出神 你就起來 就沒有問題了 有的 男朋友也會好 男生真的會害羞的地方 我覺得是不會那麼多 但是你看我從小到大 看過那麼多的醫生 我自以為說 就有什麼好 不能坦然面對 好 再有一次 我就安排了一個 我想要全身健康檢查 到了一個歲數了 再檢查到每一關的當下 就... 剛好就有一個護士過來說 那... 侯仙 不然這邊 有些地方都還在等 我先帶你到另外一個地方 然後我說好啊... 利用時間好啊 那個... 然後邊聊天 然後迎鈴我就帶著 然後就到那裡去了 我想這也真的 無態度好到不行 到了 來 侯仙 那這個就這個門 你自己開門就進去 我說好... 然後開門進去 醫師界的林志玲 那個女醫師真美 身材... 穿醫師的話 她那個身材就是標誌的 雅蘭姐 是... 是... 好... 好... 不要這麼快就交人聲音 對 那個這個就整個條件好到 我想... 不好意思... 但是... 我完全不曉得 這一關我到底來幹嘛 我不知道 那我就進去啊 他說... 門關上 怎麼那麼像遊戲闖關啊 不是... 然後門關上 然後我一轉過來的時候 那醫生看我一下 你是去看什麼科 我身體健康健康 健健... 褲子脫到膝蓋 不是脫 我帶上來 我想說 現在又幹什麼 他說快點 脫好之後面對牆 扶著床 扶著床 然後我就脫下來 扶著床 然後呢 醫生到我背後 深呼吸 我說深呼吸 醫生你要幹 就來了 手套手指頭 怎麼就插進去 我的菊花裡面 很用力... 很用力 你講得好像以前小時候 讀的那種 年輕小 那個是我畢生的 我到現在沒有... 真的很尷尬 那他的用力的程度是 你已經... 因為你會用力抵抗 但是他還很用力的 把你鑽進去 然後呢 東南西北 各稍微 觸摸一下 觸摸按一下 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經驗 我不曉得你在幹嘛 然後... 好了 很快... 沒有... 我... 不愛這種感覺 當然... 他走出來之後 我想說 結束了 轉過來 轉過來 因為我是站著嘛 我這樣扶著嘛 那因為這個高度 醫生是蹲著嘛 轉過來 我一轉過來 來 還是真的 那真的很尷尬 真的很尷尬 因為他真的很尷尬 是你完全 我是六神五祖 然後整個這樣子 頭腦全空掉 我說 現在要... 我看一下 來 他就很自然 因為醫生其實是 不會想太多 但我們自己想很多 想太多了 他就... 整組 先來先去 他看你會引導症 我不知道啊 你知道我不曉得那一關 我是整個經過完 這些所有的程序之後 穿回褲子 我就速速離開 然後我事後 我才問護士說 對不起 請問一下 那一關 剛剛到底在幹嘛 我們也做過的 是不是射護線 射護線的檢查 在裡面肥大 怎麼從屁股那邊... 所以我不能理解 我想想要 因為我沒做過 射護線 射護線怎麼會從屁股那邊 插進去 對...看有沒有肥大 對... 你這個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大概也才幾年前 所以找不到那個女兒 你知道嗎 我們去哪裡 他就想給他下來 請問一下在哪裡 真的... 真的長得不錯 真的不錯 不是哪一家 我在帶你去 接下來看 醫師問子 太仔細說出病死 好害羞 那天有一個 三十幾歲的女孩子 來看病 那來就說 洪醫師我... 血尿 那還有一點點輕微的發燒 這個其實聽到這裡 大概就知道 泌尿道感染 但是我們還是會 幫他檢查一下 驗個小便 果然白雪球也 剛剛有細菌 那這個... 這太簡單了 開個抗生素 然後我們大概頂多跟他叮嚀 不要憋尿 要多喝水 一個禮拜再回來 大概這樣子 可是我後來發現這個案子 不是那麼簡單 幫他再看了一下 他電腦以前 他兩個月前一樣的疾病 來過一次 那在兩個月前 又一樣又來過一次 他一年大概有五六次的泌尿道感染 那這種重複型的泌尿道感染 而且他看了很多科的醫師 你要小心 有一些是那個叫 搞不好 他是有一些泌尿系統的 當然前面的醫師也了解 他都幫他少過超音波了 這個是正常的 那有一些是免疫功能不好 那有一些是那個 有什麼東西 所以他連膀胱鏡都做了 所以全部都正常 那可是我是在想說 接下來如果是找不到生理的問題 我們要從生活習慣去找 那我們就開始 我那時候在想說 因為我後面的病人 其實也看得差不多了 我就慢慢跟他聊一聊 我就說 有沒有憋尿 水喝太少 他說都還好 因為他一直泌尿到感染 所以他都 我也有喝 他說我吃益生菌 蔓越莓 他全部都講了 表示他真的是全部都 那我接著就一個一個問他 那那個會想到 就是他跟他男朋友 那個性生活那一塊 那我就說 你是不是每次感染之前 之前都有做 都有跟男朋友性生活 有時候會乒乓感染 有時候是你的 男朋友的清潔沒有做好 你搞不好治療好了 你男朋友都傳一個叫 乒乓感染 那搞不好是一些 情趣用品沒有弄好 是不是太髒了 什麼的 當我講到情趣用品的 他說 他突然 一聲眼睛亮 大概是找到答案 那我就說 是不是有答案了 他說 洪醫師聽你這樣講 我好像想一想 每次要感染前 好像都有跟男朋友做那件事 可是男朋友都喜歡用那個 情趣用品 那他覺得那個情趣用品 也放了好久好久了 也很老的應該要丟掉 他覺得也沒有去特別清洗 他說應該是那個情趣用品髒的 那這樣其實答案就好 我覺得我不應該要再追問 反正他找到答案了 對 可是我後來我心裡 我心裡是非常好奇 我說你怎麼去見別人 那搞不好是你男朋友那個 手啊 嘴巴啊 或是什麼東西沒有清潔太髒 還是那個 你怎麼去證明是情趣用品 你怎麼去證明是情趣用品 對啊 這是我心裡的答案 這是我心裡的想法 我就問他 可是你怎麼確定 搞不好不是情趣 是你男朋友 我還滿保守的問 他想講又不想講 那我就說 那我說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他後來他講說 打破砂鍋問到底 真的耶 他就說那個 其實有幾次 也不見得是他男朋友 有時候他自己來的時候 他會用到情趣用品 一樣是有發生感的 然後我這時候 聽到這裡我就覺得 我真的問太多了 我覺得這時候 有時候該 見好就收 見好就收 其實我們以前醫學生的 那個訓練非常的嚴謹 就像黃醫師講的 特別是家醫科的醫生 一個病人住院 他連你的那個 鼓中八代和什麼病 他都要畫一個阻子出來 所以他畫得很清楚很清楚 當然現在不可能 因為病人比較多 現在還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就是在教學診 那些學生到教學診 他們都非常緊張 因為這攸關他們的分數 他們在前面看病人 我們就是老師 我們都坐在後面 就打他的分數 這會關係到他之後 能不能在我們醫院晉升 或是能不能選到他想要科 所以每個那個PGY 或是實習生 他們來教學診診的時候 他們都非常非常認真 而且會很緊張 這邊就有個那個病人 27歲他掛我的教學診 剛好就是住院醫師 就是那個實習醫師顯卡 一個男的 然後進來的時候是兩個女生 就是病人27歲 然後姐姐30歲 跟著他一起走進來 病人都走進來 那住院醫師就 那個實習醫師問他說 請問你有什麼問題嗎 他說不好意思 我那個 那個 然後最近是問他說 那他也很專業 因為都有先看 大概知道病人是什麼 因為他前一天就有去查病人 大概是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他就說 那你這個流血 跟你的月經有沒有關係 那個女生就說 沒有 沒有什麼關係 就是不會說什麼月經 週期來的時候就流 月經一走他就好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那你最近有外傷嗎 有去撞到嗎 因為搞不好是撞到裡面雨血 這樣流出來 然後突然問外傷的時候 那女生就有點遲疑 他說外傷 他說怎樣算外傷 他說你有沒有撞到 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說 那女生想一想 本來想說沒有 他一開始說沒有 後來就遲疑他說 那個 然後那 最後一次就有點愣了一下 然後他就說 那 然後那他有轉嗎 他要去確定說 他這個受傷的機制 夠不夠大力 有沒有造成乳房受傷 看他這個受傷的機制 跟那個有沒有關係 他本來就還好 當那個助衛醫師問到他說 那你男朋友抓的時候 有這樣轉嗎 的時候 那女的就受不了 那女的就說 就看著那個醫師說 我可以不要回答你這個問題嗎 好 因為他姐姐還在旁邊 後來他姐姐也看不下去 他姐姐就說 江醫師可不可以換你 來幫我妹妹看 就是說有時候 你去掛完這樣 他教學問人的時候 那些住院醫師有時候就會 就會問得很詳細 像我們的話就是 就好像彭醫師一樣 就你心裡大概知道就好了 不會特地把每個細節 都問得很清楚 可是江醫師這個住院醫師 是你學生對不對 對 他是我學生 所以他都跟你學的 沒有 可能不太會問 對啊 就是沒有 他只想說他要確定 那不然就是你沒把他交好 這個受傷的機制 跟他的那個流血有沒有關係 如果人家是很溫柔的 那當然跟這個流血沒關係 他如果很粗魯的話 可能搞不然就是這樣受傷 應該是那個階段 都很認真的問 對 其實從你不用問也沒關係 因為外傷就是來 把他醫好就好了嘛 你管他怎麼外傷的 對不對 我才會告訴他以後不要轉 那一點就好 本來醫師的訓練 為什麼就要像偵探一樣 因為其實你從詳細的病史 就會抓到很多西文的地方 那像其實我們在醫療上 最常病人進來 一定要先問什麼祖述啊 剛剛說你現在史啊 過去史啊 就像這樣一直講的 他過去史還有家族史 連什麼父母各代都要問出來 那我們婦產科比較有趣是這樣 我之前就有一個陸籍太太 那就大陸籍太太 他就來做產檢 那一開始來的時候 那時候很早期的懷孕 大概七八週 其實那時候他跟我們說 他是第一胎嘛 那時候我做也沒有特別為意 因為問到的就是這樣 那做長遠波看 就覺得有點怪 為什麼 那可能就也沒有特別不以為意 反正就繼續做產檢 OK OK 等做到產檢後面 準備要生殘了 那記得就有一天 我們主研師跟我說 某某某來帶殘了 然後他就跟我回報說 我們做內診檢查 大概兩指多 大概是開四公分左右 可能要十個小時左右才會生 我想說現在中午十二點嘛 大概晚上九點十點才會生 那我就想說我就做我事情 不到兩個小時後 主研師我打來說說 說王醫師那個病人 檢查起來已經快要生了耶 我就想 怎麼會那麼快 我就跑去 就過去到產房裡面嘛 就看他 看他其實蠻有經驗的 用力的蠻不錯的 那本來看起來寶寶 大概三千 四千 三千五 也不會太快 就用力的蠻不錯 然後用力頭快出來 我們也會撿會因嘛 那我就檢查一下 看會因怎麼感覺 也有有很多的傷口 那可是我們就 我就很好也很懷疑 就怎麼低胎 那結果就很順利的生完下來 那他先生去幫小孩辦一些 租約的手續 那我就很仔細的 稍微再問一下說 你這胎怎麼會生得那麼快呢 他說沒有啦 我就說我比較會用力一點 他就這樣講 那後來我就有點不好意思說 可是我覺得你婚姻 有點傷口耶 然後之前就有傷口過的 紅河 然後他說他才很不好意思說 有啦 其實他之前已經有 然後就是說他現在不知道 就請我們不要講這樣子 然後就整個就非常尷尬 那我們不過 我們也是幫他保密了一下 我是也是去看婦產 可是因為年輕的時候去看 真的會比較害羞 然後我是在大醫院看 那以前像現在都有 插健保卡的機制嘛 就是他會說 譬如說23號報到 但以前沒有 已經是念人名的 然後那時候 因為很多人都覺得 楊千佩是藝名 常常人家會說 這是千佩是藝名 然後沒有是本名 通常大家就叫楊千佩 然後特別剛剛 就每次去看婦產看 就覺得 因為我知道 很多人住在大醫院等啊 那你就想說 那就等大家就沒有住的時候 我再默默的進去就好了 所以你就不太敢 就不太有什麼舉動 然後就很尷尬 這事情到底要出去不出去 你就是卡在人群當中 然後這事情就想 真的得站出去 然後進去就在這邊 然後那時候大家突然就 是這個楊千佩 就開始在這邊 自殺 他在討論 然後你就進去 因為大醫院都是整間 裡面還會在 有大概兩三個人 坐在那邊 然後你就覺得 每次這樣都很尷尬 因為可能醫生會問一些 很細節的事情 譬如說我那個時候 因為太瘦 瘦到我42公斤 我月經就不來了 所以去那個婦產公司 他就幫你開那個 病院藥去調理經濟這樣 所以每次要 因為時間到就要去 開病院藥嘛 那就 今天又要開病院藥 那要開幾個月 就講得很大聲 所以就 人家都認為你很喜歡做那些 是不是 就真的很尷尬 每天哪那麼多病院藥 你是做得多瘋狂 對啊 你這個小事 你真的會 就是會害羞 而且以前有那種一言包袱 你都不太好意思 在媒體上去公布說 對 我有男朋友 所以你檯面上可能都說 沒有沒有 跟媒體都說 沒有沒有男朋友這樣 可是在看婦產 那個就是 就是就得很血淋淋的回答 今天沒有男朋友一直開閉運 要幹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就很尷尬 就是 我們要做子宮頸抹片 那他就通常是48小時內 是不能有性行為的 所以他可能就會再更確認說 那個千佩你 上次的性行為是什麼時候 他重點是講的又 就是又會比較大聲 所以那時候我都會 可不可以就是麻煩醫生就是 就類似像 就可不可以清場這樣 因為真的會很害羞 對啊 或是我也碰過醫學診的 這種就很尷尬 教學診 教學診 就是譬如說 你剛剛腳這樣打開 然後又要先問候我爸媽媽 最近爸爸還好嗎這樣 然後可是後來 那你們來看這邊這邊 然後旁邊就有 就碰到我那個 我就有學生 可是我覺得大家都是很 因為可能就戒慎恐懼 畢竟是在教學診 所以大家就是都很認真 就是你也看不出來說 大家會有什麼 在討論或幹嘛 不會啊 都出去才討論 對啊 出去… 可是可是是女生還好 但是我就不管男還是女 我就會覺得 只有爸爸的朋友那個主任 我給他看我比較放心 所以後來我就有 特別跟醫師說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下次 因為其實我沒有特別掛 是教學診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天就有大概兩個吧 然後再加護士 就覺得好多人在看熱鬧 然後就覺得 真的還蠻尷尬的這樣子 我上次找一個台大醫師 也是因為私下 叫警察 我也不曉得躺在那邊 就幫我檢查下面部分的 他也叫兩個 不行 進來看熱鬧 那就有時候問你喔 就長輩你 怎麼突然間叫人家 他要關一下這樣子 真的是蠻尷尬的 我這邊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就是有時候不是病人尷尬 醫生也會有點害羞尷尬 我之前 因為我們是內科醫生 我們訓練在住院醫師 某一個階段要去急診室訓練 那我們大部分都看內科病 其實沒有什麼 但是有一次我就遇到一個 讓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不知道怎麼辦的 就是我遇到一個年輕女性 來以後就主述說 我下體疼痛 然後感覺有撕裂傷 可是你不是肝膽超內科 對啊 那你就知道 那時候我還是小內科醫生 手急診室 對啊 那時候我們急診室 所有內科都一定要去run 那聽到這個我們就會 第一個我們不熟悉嘛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辦嘛 然後再來 這個很明顯的主述就會聯想到 這可能是性 會不會有一些性侵 或是什麼性暴力的案件 那這種時候要怎麼辦 第一個先找學長 結果學長很忙 急救室在就是CPI 有一個那個道院前 就是沒有心跳 那沒人理我 那我後來就問一下學姐說怎麼辦 他說那你這個性侵案件 就要寫一個什麼 好像一個什麼三連單什麼 要問說 事發經過怎麼樣 那我從來沒問過 我壓力很大 然後去那邊的時候就 我就還是就 這一副文天祥正義的樣子 像警察在問案一樣 對 我就 就是鼓氣勇氣吸一口氣 然後跟說小姐 我知道你現在應該很不舒服 但是很抱歉 我可能必須 要請你再回憶一下 這個當時的事發經過 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愣住了嘛 然後我說可能 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那個對方你認識嗎 他是誰什麼的 然後這個時候 我問他這樣的時候 他的表情就非常古怪 然後他就開始 不知道怎麼樣 我覺得奇怪這個 他也不是難過耶 他怎麼怪怪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臉紅紅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事情不對了 我可能 我可能糟糕了 那沒有辦法 對 已經 話已經講出去來不及了嘛 然後 可是可能因為我這個 正氣太凝然了以後 這女的 居然也就一五一十的跟我講 他就想了 差不多一分鐘 他說 好啦 醫師 我跟你說 因為我今天其實是 剛從桃園中文機場 下飛機就來了 我說我男朋友 出差一個月啦 然後因為那個 最後一個禮拜我們約好 我要坐飛機去找他玩 那因為我們一個月沒見面 就是還蠻想對方的 然後 就去那邊 就乾柴烈火怎樣怎樣 然後昨天晚上 因為是最後一晚在國外 那我們就喝了很多酒 好細喔 對 他就講得很細 我已經不想聽了 他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就說 昨天晚上發生什麼事 然後在哪邊 怎樣講我超有畫面 然後整個說 我的臉很紅這樣子 我就說 小姐那我知道了 那這個可能只是 你們可能現在是要注意安全 怎樣怎樣 可是那個小姐 她完全後來 不知道是酒喝多還是怎樣 結果講開以後 她就是很開心 她後來就覺得她輕鬆了 她本來 她本來不知道 要怎麼跟醫師說這件事 結果我居然是這樣 後來我想說 這個根本就不是那一科了 結果怎麼搞的 結果一手啤酒在裡面喝酒 對 後來我就趕快只好再 就印了頭皮 找一個學者說 幫我一個忙 請了一個婦產科學長來 就才把這個事情就圓過去 要不然我那時候 非常的害羞 想說那時候 我還不太懂事 什麼就跟我講這麼多東西 人家真的 求歡比較激烈一點 她把她當作性侵 對 這個也是我在急診住院醫師 訓練的時候發生的 就是那是個半夜過後 那就有一對 有一對男女這樣子 然後他們一來 那男的很慌張 然後整個臉色慘白 然後很緊張 然後就摸著她的下體 然後就看下體是腫起來的 然後而且還有滴血 然後他就說 他那邊很痛 受傷了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們說 那你們到那個某某床 簾子拉起來 褲子脫下來 所以那邊就是 這一對男女跟我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 這個男的已經驚慌到 不想講話了 我眼前就看到一個 彎曲的陰莖 然後腫起來 然後包在血包裡面 那看起來就是像陰莖骨折 就是書本上說的 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子 所以我自己也是蠻驚訝 是我的第一個經驗這樣子 然後當然還是要問一下病史 所以我就問他們說 那你們剛剛在做什麼 結果那女生就不講話這樣子 然後男生一直在驚慌這樣子 那我就說 那你們剛剛是不是在發生性行為 然後那女生勉強點點頭 結果這個時候 這個男生就突然爆哭了 然後就說我的命根子 我以後就不行了 我不行了這樣 她就開始大哭 結果她大哭的狀態說 這個女生也慌張了 她就說 其實我們剛剛是在哪一條 路上的飯店 我就想說 開始怎麼講那麼仔細 不用講那麼仔細 她就說 本來她在我的上面 後來我決定到她的上面 然後 這個 越講越仔細 對 我就 我只要知道你們有性行為就好了 我已經知道我準備要會診 命要外科 這樣就好了 書本上也是這樣 我的角色這樣就好了 她就說 但是我面對她的時候 我實在太興奮 所以我決定轉過去 面對她的腳 結果這個時候她突然大叫 她全部都講得仔細的時候 那時候 是我整個愣住 然後那個男的還在哭 然後這個女的繼續講 越講越仔細的時候 就像是四個人都愣住了 然後我是愣住就是說 我原來可以知道說 這個機制 折斷的機制 是這麼複雜的這樣子 然後 然後這個先生是太太來了 在驚慌 然後這個 他可能是小三吧 就覺得太太來了 這樣他們都在驚慌 然後太太是 聽到了所有的故事 覺得很鎮定 所以大家都全部都不講話 然後我那時候就趕快 我說 好 現在等一下外科醫師就會過來 那等一下護理師就會進來 幫你抽血 我們準備手術的程序這樣 然後我就趕快 泌尿外科 趕快衝出那個簾子裡面這樣子 太太說 斷得好 斷得好 不拯救 不拯救 泌尿科其實很多是 乾材烈火的一些故事 不過有時候 也會有另外一個極端 就有一天有一個 有一對夫妻 看起來就是很乖乖派 很保守那一種 年紀大概比我還要大 那她說 他們說 我們結婚兩年了 都生不出來這樣子 那我就想說 男生就是平常勃起那些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我很健康 那精蟲分析有驗過嗎 精蟲很好 女生月經那些都正常嗎 沒問題 然後我說 你們就是每個月都有做嗎 她說 對啊 不過 然後這時候女生 就女生開始 臉紅了像蘋果一樣 然後我想說 是怎麼了嗎 她說 可是 沒有進來過 沒有進來過 對 然後我想說 這什麼意思 她想說 我會痛 然後每次 我痛的時候 老公就嚇到 然後就停了 所以這樣的週期 維持了兩年 對 所以他們 到最後我才搞清楚 他們其實就是還是處男 跟處女這樣子 對 夫妻耶 對…他們就是每次過不了 第一關就是會不舒服 然後就停住了 然後後來還問我 那醫生 我現在怎麼辦 這樣子 就是以我的角色比較 在門診其實沒有辦法 真的教他們怎麼做 那後來我只能說 就是 當然就是有些影片可以參考 不過有時候 比較積累一點的話 你們也要量力而為 我介紹哪一副片子 這個站在我的立場 就不能講得太明的 別原因是喜歡窮追猛打 打破殺過問到底 其實他們也是希望透過問診 幫病患找出病醫 醫師是你老朋友 千萬不要害怕 看醫師 謝謝 夏天是登革熱 好發的季節 登革熱常見的症狀就是 發燒 胃寒 頭痛 全身痠痛 要預防登革熱 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 登革熱傳遞的媒介 蚊子的滋生 如果你發現 最近家裡的蚊子變多了 請你巡視一下周遭的環境 像是花園 陽台或是頂樓 如果有一些不必要的容器 裡面又裝滿了水 這就是蚊子之生的溫床 請把這些水倒掉 把容器洗乾淨放好 這樣就可以大大減少得到 登革熱的機會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